我乘车来到了下一个目的地 洪安古镇 沈从文底下编程的原型 编程是沈从文先生最值得表现的一部作品 故事讲述了与爷爷相依为命的主人公翠翠 一段悲玩柔伤的爱情故事 老板您好 看那个每个房间都有那个编程的书 沈从文的这部编程 那你是不是对这里特别了解 对啊 编程里面小说的主人公翠翠就是我的姑奶奶 姑婆 什么 对啊 翠翠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对啊 翠翠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那个沈从文的这部编程小说里面的 所有的人名地名都是真实的 都是真的 只不过小说吧 来源于现实 它高于现实一点 特别想把这个书里面有涉及到的地名 都找探索一下 可能现在有些地方已经不在了 翠翠的后人叫李雪芳 像沈从文笔下描写的翠翠一样 脸庞黑黑的 眼神灵动 健康朴实 我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很快与李姐成为了朋友 而这位新交的朋友 一见面就送给了我一份意外的惊喜 平时因为特别喜欢吃东西嘛 然后看沈从文小说的时候 我也会偷偷把那些菜名都记下来 但没想到菜已经做好了一桌 没想到都吃到了 那个沈从文里面有一个最后的 他每次都有一道菜 叫那个酸菜拌冷饭是吧 对 这个就是把冷饭弄好了 然后方徐回来饿了的话 就拌着这个酸菜吃 看 都味道成不一样 慢慢好吃 对 冷饭的 这种紫菜包饭的感觉 这个一锅煮三省呢 这是名字呀 特别的有讲究 贵州的豆腐 湖南的鱼 对 我们重庆的这个什么酸菜 你尝一下 沈从文笔下的美食 并没有多么珍贵的食材 更多的是一些乡间野趣 很多美食都带着湘西独特的饮食风俗 他幸运的是 也正因为沈先生描写的 都是他自小熟悉的美食 这些接地气的食物 一代一代地保留在老百姓的饭桌上 现在的人们才得以口福品尝 明天我将体验 期待已久的编程 来到编程 最想体验的 当然是小说中 出镜于最高的 拉拉肚 这就是拉拉肚 拉拉肚 是一个老人带来 百度嘛 那我们现在就上了 就是拉拉肚了 小说里面 有一个圆形地 拉拉肚 财产感觉 过去以后 然后就是茶洞 小说 今天你的肚子 拉拉肚是湘西一种独特的 过度方式 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 在小说编程中 翠翠和爷爷的职业 便是拉这种肚船 编程中 关于拉拉肚 是这样描述的 肚船头 树了一只小小竹竿 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 西岸两端 水巢 牵了一段肺缆 有人过度时 把铁环 挂在肺缆上 船上人就迎手 攀员那条缆锁 慢慢地牵船 过对岸去 如今的拉拉肚 依旧不用滑桨 不用撑膏 只是把灭绳 换成了更为牢固的 钢锁 如果让你来拉一天的话 你那手都排不起来的 你找我这个圆里就好了 加油加油加油 每个地方 人都要来体验一下 这个拉拉肚 太厉害了 洪安古镇的地理位置 很特殊 位于重庆 湖南 贵州 三省交界之处 而茶洞古镇 与洪安古镇 仅有一江之隔 下来 以后这里 你看的那个地界 就是茶洞了 茶洞 湖南了 湖南了 湖南山 万万没想到 旅行的第三个目的地 只用了不到十分钟 就到达了 现在的我 已经从重庆 来到了湖南 现实中的边城 不仅指洪安古镇 也指对岸的茶洞 而茶洞 则集中了 大部分小说中 描写的景色 以建筑原形 你现在我带你看到的地方 就是小说里面 那个吊脚楼 这就是那个 你在小说里面的 那个水碾房 电影里有看到吗 对 电影里面有看到过 在编程中 王团总派人去顺顺家 为女儿提亲 水碾房便是为女儿 准备的嫁妆 脆脆的爷爷 很羡慕这所碾房 担心自己准备的嫁妆 渡船 抵不上人家 但是顺顺的小儿子 罗颂心念脆脆 他宁肯要那艘渡船 也不愿要这座水碾房 1984年 林子峰导演 根据小说改编 拍摄了电影编程 部分拍摄在茶洞完成 但遗憾的是 当年的取景地已不复存在 这个和电影里 还是不太一样 那这个白大色 后来建的 和小说里的 有一点不一样是吧 这个应该是 零几年才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修建那些 现代的后来补件的这些 其实又让人失望 然后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心比较安吧 就总比你去了编程以后 却什么都找不到 一点线索都没有 更来的没那么残忍一点 返回洪安谷镇时 正赶上渡船的船夫交单 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是李雪芳的父亲 老人有些害羞 据李雪芳说 父亲的父亲曾把这艘船卖给了对面的湖南 老人不甘 晚年时终于把船重新买回来 此后便一直守着一条渡船 日晚来的乘客 突然间我们摆了 编程原型 说的不仅仅是景色与事物 更重要的是打动了沈从文的 那些朴实自然的人们 我们高中老师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去哪个地方 你就要去那个地方的菜市场 我们可能比较去哪玩 就是去网红的商店 买个东西吃拍个照 然后发个朋友圈 这就算旅游 那其实这远远不是 就是除了朋友圈背后 还有很大的世界 需要挖掘 我看你帮你帮我 再来一次 我看你帮我